大家好,我是雪梁,2019年SI学院训练宝宗表展的现场 僵尸单顿Overseas系列呢,可以说是这几年呢,品牌的主力之一 那它具有几个特色,我们事实上在之前的几个影片都有帮大家介绍过 譬如说它这个马尔,四分之一马尔它十字的这个表圈 二分之一马尔它十字的这个链带 而且它具有这个快拆式的功能 有一支表搭配三种这个不同的表带,包含链带、胶带跟它的皮表带 让你可以随着不同的这个场合或者不同的心情去做替换 那今年我手上这一款呢,最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呢 它是一款驼飞轮,而且它是一个不锈钢驼飞轮 之前从来没有出过不锈钢材质的这个驼飞轮 那它的这个机芯的型号呢,是2160 那最大的特色在于说,它除了驼飞轮之外呢 它的尺寸也相对是比较薄的 而且呢,它的这个动力储存还蛮长的 总共有80个小时 那姜氏单顿的驼飞轮这边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 我觉得它是业界最美的驼飞轮之一 你可以看到它的马尔它十字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精美 那你可以注意到它上面有四个螺丝,只有一个是蓝钢螺丝 所以它其实是取代这个所谓的秒针的功能 而且再加上你可以看到它的表桥上呢,中间是套筒跟红宝石非常精美 那旁边的那个细节的打磨也都非常非常漂亮 尤其中间这个支柱的打磨是 这表示最大的一个这个梦魇之一 制作难度非常非常高 那另外呢,这一次它你可以看到面盘的颜色也非常非常醒目 它是这个全新的海水蓝 那在既往的这个僵尸单盾OVERSEAS的系列之中呢 这是一个全新的色调的表现 那刚好也呼应了这个OVERSEAS 这个SEAS这个海水这个感觉 那你可以看到它事实上它并不是单一个平面 它会随着不同的角度 它有在这个侧边它事实上是有做不同的层次的 非常非常漂亮 那这一款它不锈钢这个陀飞轮腕表呢 它的定价是349万 那当然相对于僵尸单盾的过往初的这个陀飞轮来讲 一般都在400万起跳 那难得有在400万之内的这个陀飞轮款式的选择呢 我想也会是许多收藏家非常青睐非常喜欢的一个表款 那尤其是不锈钢 那在日常佩戴上呢 又更加的稳固可靠 这是经典全新僵尸单盾OVERSEAS 不锈钢这个陀飞轮腕表 非常这个王道非常精彩的一款这个复杂功能万表